刚刚做的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名称 记得要更改一下 记得不要只改这个 底下这些都要改 因为你少改一个 当然将来资料抓的时候就抓不对了 再来就是按一下新增 这个名称 其实这个名称好像不改没关系 因为其实这个不太影响 那我要怎么样 当我点它之后 它会去做什么事 一样事件驱动 点它两下 它会跳出什么 一个就是叫什么 那个Click事件 也就是说当B01被Click Click是点一下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 什么DoubleClick Enter等等的 有这么多 那其一般当然就用Click 你不要DoubleClick被它点两下 它才会执行 点一下就执行的话 是Click事件 那我们刚刚讲的动作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填完资料之后 抓到我最下面的那个什么 最下面一列 这有没有 这个好像上礼拜有没有讲到 就Ctrl向下 抓到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抓到最下面一列 那我可以用什么 Ctrl 比如说A4好了 Range A4 就是这个储存格 Ctrl按住向下 它会自动帮我停在 这个区域的最下面一列 那这个叙述方式的话 在这边呢 我们就就是叫做Range A4 那为什么用Range不用Sales 当然你也可以用Sales 不过Sales在这边不好表示 不好表示 所以我习惯 如果我不跑回圈的话 我要指定某一个储存格的话 我会用Range 那什么时候用那个Sales 就是你跑回圈 或者是说像现在这种状况 它是哪一列哪一栏的话 我用Sales 所以如果你固定指的是 哪一个储存格 你就这个Range 然后A4 这样会比较好表达 那它的最下面一列的话 就点什么 打一个E就可以了 然后我习惯这样 选它 然后再一个钱瓜糊 它会自动问你说 你要上下左右 And有点像Ctrl按住 方向是向下 所以你用选的点它两下 向下 后刮糊 那抓什么 向下之后 你要知道说 它的列是哪一列 你就打一个Raw 哪一列 这样子回来呢 就会是刚好在103 可是我不是要103啊 我是要103的下面那一列 所以加1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取得一个104 就放在哪里 放在R里面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资料 放在这个 这个里面 那这个里面的第一个 应该是放什么 上面这个编号 加1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表现的方法就是 Sales R列104列 哪一栏 A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上面 上面哦 有没有 它的上面是什么 R减1嘛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100 就100嘛 把它抓到 那100就是 用这个方式来抓 就是 这个104的上面这一列 减掉1 就是103 这个里面的资料呢 帮我先抓过来 抓到哪里 比如说100 100 先抓到这里 然后我把它加了1之后 再把加1的结果 放到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应该是101嘛 对哦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中断点放这里好了 执行一下 假设我今天呢 呃 我先 呃 直接 先执行这个 把它设一个东西 比如说 A A A 好了 先简单 先随便输入一个东西 好 然后 选行 呃 这个随便输一个 这个 我先说 我先不想